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海飛揚 那麼今天台北股市最後就上漲64點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行情 開高 開高之後呢 五盤過後有一些 算是就是一個 來自日方的 日本的一些 大家很擔憂的這個 公債的一個問題 它的一個貨幣 是否要做一個寬鬆 還是緊縮的一個疑慮 又再做一個壓低 但是尾盤過後呢 沒有持續的像昨天那樣嚴重 持續慢慢的就做一個墊高了 所以今天的行情 它是成功的做一個 重挫之後的反彈 那就是大家在討論的一個 日本的一個央行 它到底態度 是不是開始轉為 要緊縮貨幣等等 那今天盤中又有受到一些干擾影響 所以在找盤的一個大漲之後呢 慢慢的又出現賣壓 但至少在尾盤它穩住了 所以這個行情短時間來說的話 我認為它的看法還是一樣 這個行情短時間來說 它會反彈 但是反彈的幅度大概多少 基本上 我們看一下 我認為啦 那昨天的黑K 你就先看昨天的黑K的高點左右 大概就先看這裡 所以你說反彈幅度很大嗎 目前我們不會這樣思考 我們的規劃大概就是昨天黑K 向上反彈測試看看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大概在14400多點 所以其實空間也沒有說很多 但是呢基本上 這樣的一個看法 它是比較合理的 那你如果向上來做 所以它代表說它大概 兩到三天的時間可以去讓你去 調整持股 調整部位 就這兩到三天的時間內 向上挑戰 向上去測試這個位置的過程中 其實重點應該 你應該放在 你在經歷了昨天的一個 市場的一個動盪之後 你要去思考你的手動持股部位 是否要做調整 所以這兩三天的時間 是你要去做調整 轉換到接下來 準備要拉抬 或者準備要走出波段的標的 所以好好把握這兩三天的行情 去給你做一個調整部位的 一個動作跟規劃 那這兩三天的時間之內 如果你調整的好 調整的標的 調整的好的話 基本上 那到 跨年之後 到明年的一月之前 其實你的持股 基本上都有機會走出一個波段 那甚至是市場的強勢主流之一 那 昨天在市場比較 重挫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在昨天的行情之下 趁著昨天的一個動盪過程 我們有去做一個布局動作 那今天很快就拉到漲停板 所以 你挑什麼樣的標的 它背後一定有原因的啦 你說昨天重挫啊 對 昨天重挫 可是問題是 我就講了 就市場的資金 其實就是一直在市場內嘛 那這個資金它流到哪裡去了 機會就會在那裡出現嘛 這概念就是這麼簡單嘛 那你又不跟著資金走 你一直跟著市場的消息走 跟著市場的人群走 你怎麼賺錢 錢在哪裡 哪裡就是接下來有機會的地方 那你就跟隨著過去就好了 所以昨天我們在 大盤不是重挫嗎 那其實我們在昨天的一個 日本央行的一個 對於未來的一個貨幣政策 不確定性 天天要偏變數的過程中 大家做一個重挫的過程中 驚濤駭浪之中 我們昨天去布局的一檔標的 我們買進的是大戶資金有流過去的 大戶有鎖定的2032的新鋼 那今天呢 立刻攻漲停板 所以今天 立刻的漲停板 所以其實 資金一定會早一步就先過去了啦 資金一定早一步先過去 然後才讓你看到這個行情 所以今天你看到整個市場市況 這是今天的一個市場全貌嘛 漲幅最強的在哪裡 在這裡 鋼鐵 鋼鐵今天的總體鋼鐵指數 漲幅達到4.27% 所以你說錢沒有流過來 它怎麼漲 你懂我意思嗎 錢如果沒有流到這邊 它怎麼可能漲4% 整個族群這麼強勁 對不對 所以昨天我們就已經 在你說昨天指數重挫 對啊 那問題是我們昨天買股票 我們買什麼 昨天大戶資金流過去的 新鋼 今天呢 漲停 昨天買 今天漲停 所以 在上市貴1700家過程 1700家上市貴公司裡面 你為什麼在昨天選了一家 買了它 那背後原因是什麼 所以買賣股票它是有原因的 不是你想買的 不是你想買什麼 你想買就買 不是 它一定有某種原因 支持你去這樣做 而這樣做它可以得到獲利 甚至你這樣做之後 你的標的在接下來會變強勢股 那背後原因是什麼 就回到我講的 市場資金流到哪裡去 如果在昨天以前 市場資金沒有流向鋼鐵 今天鋼鐵能漲4.27%嗎 不可能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這一段時間我一直告訴各位 我們做每一檔標的 背後都是有原因的 而這個原因 基本上都是 一個概念 大戶鎖定 也就是說有特定的資金 已經流進去 已經先做一個進場佈局了 所以那資金被鎖 籌碼被鎖住之後呢 基本上你去提前做佈局 那它一定會上去 對不對 這是照進 後來就上來了 攻到漲停板 第一根 第二根 第三根 那三根漲停板之後呢 是不是就上去了 三根漲停板之後呢 它就休息休息嘛 那休息休息休息 今天照進呢 尾巴又上去了 那下一波攻勢隨時準備又再啟動 那為什麼 所以你會發現說 當你跟隨大戶資金一起卡回的時候 你買大戶鎖定的標記的時候呢 你去查照進 其實它基本面非常非常強勁 股價嚴重偏低 如果你懂它的一個基本面的話 你懂它今天預估的一個財報EPS數字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一個 目前股價還是偏低的 所以它是 它是狹帶著一個 非常強勁的一個 基本面的強勁的後盾支撐 那問題是 在強勁的基本面之前呢 有大戶在鎖定 所以股價才能夠這樣強攻 所以你買大戶鎖定的標記 基本上已經確定了 它耳後所釋放出來的財報的數字 絕對是沒有疑慮的 那近期因為受到一個干擾 一個匯兌的一個差異性 所以造成一個EPA的數字 好像比大家預估的比較少 這是一個插曲 不是公司的營收衰退 不是真的獲利減少 就是一個插曲匯損的關係 匯兌的差異 那但是這基本上 預期接下來的數字呢 還是一樣 持續強勁 所以它還是得走它基本面的 強勁的這個方向 所以照進持續的關注 三根掌停板之後 給它休息一下 我們認為還會再上去 應該目標價絕對不是在這裡而已 所以你發現 當你跟隨著大戶操作之後呢 你所鎖定的標的 跟大戶鎖定的標的 是同一檔標的的時候呢 最少啟動上去之後 一根兩根掌停 絕對跑不掉 甚至給它多一點點時間 你不要看太短 再多給它一點時間的話 它會走出一個波段 所以你做大戶鎖定的標的的話 時間拉長一點 它會形成波段的機會 非常非常高 那最起碼短時間來說的話 它一個拉抬上去 起碼兩到三根掌停嘛 一個拉抬上去 起碼有機會兩到三根掌停 如果你是講求比較快速要獲利的 那基本上 拉一段上去 你就可以先行獲利了嘛 是不是 所以你要做短的 要做波段的 其實都是從大戶鎖定開始嘛 在起漲 那個叫起漲 主底區 然後你買了那個位置 你絕對是成功的 那然後呢 你會發現 每一檔標的都一樣 甚至我都可以先提前跟你講 中國受惠的股票掏地 漲停 好 再漲停兩天兩根 又漲停第三根 三天三支 對不對 你看 它是不是一啟動上去 馬上兩到三根掌停又跑不掉 對不對 兩到三根掌停又拿到了 那兩到三根掌停之後呢 掌多了就會想要降溫一下 休息一下 那有些投資朋友做比較短線的 你可以先調節一趟 對不對 等下一次機會 甚至有新的標的 可以先轉進新的標的 先去操作 操作起來就會很靈活 對不對 不會綁手綁腳 那至少這一切一切 都是源自於哪裡 你所做的標的全部都是什麼 大戶鎖定之後的標的 所以我還是鼓勵給你 這兩天大盤在反彈過程中 其實你應該去做調整 你應該要去積極的去調整 你的持股部位 那 該換的 或者是該調整掉的 該轉進新的標的 新的機會的 你要試著去做這樣動作 那當你這一次的 這幾天的時間內 去做調整部位 轉換到全新的標的 而且就是大戶鎖定的標的 的話 基本上 那 現在已經到年底了嘛 基本上到明年到1月應該 你的持股 你現在這一次做這幾天做的 持股的調整的部位 新標的應該就會是在 至少到延續到1月 都沒有問題 走出一個波段機會很高 所以把握這一次的 因為昨天的一個下差過後 其實 有些機會慢慢又醞釀出來了 那有些標的其實你就可能要先避開了 昨天我已經先講過 有些標的你該避的就要避開了 這個市場目前走到一個變成 強弱會慢慢的越來越分明了 越來越分 分得越來越明顯了 強弱的強弱的持續弱 那弱的是哪些其實蠻多的 所以這個市場你隨便一挑 你可能就會挑到 已經確定轉弱的 那確定轉弱 籌碼已經鬆散掉了 你就不要再爆了 籌碼如果一旦鬆散了 你就該撤 你就該走 去調整到全新的籌碼集中的 大戶鎖定的 準備財要漲的 那你就可以把 你可能 最近大環震盪 影響到你的財 你的一個 你的一個資金 你的投資效益被影響到了 可是你轉換到新標的之後 馬上就賺回來了 所以要做調整 你不做調整的話 你的資金 你的一個部位 都沒有改變的話 那你總資產是不會改變的 你必須調整到最新的大戶鎖定的 那才會是 未來的強勢主流在你手上 所以昨天我們做鋼鐵先買了 今天就拉漲停了 今天大漲 全市場最強的族群 就在鋼鐵 漲了4.5% 原因就是資金流過去了 OK 好 那 包含康納箱 第一根漲停 我就先跟你講了 漲停之後呢 再漲停 再漲停之後呢 又漲停 這一波上來呢 三根漲停 對不對 是不是也三根 那三根之後呢 你是不是就可以做一個獲利的 調整了 對不對 所以 當你跟著大戶在底部去 進場布局的時候 其實最起碼 我們就講過 最起碼差不多 兩根漲停的機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最起碼先來個兩根漲停 到三根漲停的機會 那你做短的 你就可以兩三根漲停 你就可以自行獲利調整 那想要做波段的 那基本上就是沿途 持續再操作 持續的擴大獲利 那就要花點時間 但至少在短時間內想 有很多投資者說 我只要做短時間內 可能 短期內的一個 短線的交易 那OK 那就是價差交易 那價差交易 就是大戶鎖定的時間 你先提前佈局 一啟動上去 可能兩根三根漲停左右 你就可以獲利入袋 再準備鎖定新的標的 所以做短做長都一樣 就是買大貨鎖定的標的 那這個也是一樣 漲停 第一根 又漲停 兩根漲停 三根 所以幾乎每一檔 起碼都兩到三根 一旦啟動上去 起碼都兩到三根 那你如果說 再多給他們時間的話 再漲下一階段的時候 那整個累積起來 又不得了了 又持續擴大獲利 但是我們先講 啟動之後 大戶鎖定之後 一旦一發動 一旦發動 就兩根三根左右起跳了 一百萬資金下去 如果隨便給你一根漲停 就十萬了 對不對 你買一百萬 一根漲停就十萬了 兩根三根起跳的話 你起碼一百萬 投資一檔標的 起碼賺二十萬到三十萬 短線 起碼二十到三十馬上拿到 所以對於那些做短線的觀眾 投資朋友來說 我一當標的 一啟動上去 我可能馬上就怎麼樣 二三十萬就入袋了 所以為什麼做短線的 做短線價差的投資朋友 越來越多 因為快 很快就看到一個成績出來 很快就看到一個獲利數字 所以他會怎麼樣 他想說我先獲利 馬上看到那個數字入袋 所以做短線價差的人 會越來越多 原因就在這裡 可是我常常講 其實你做短線價差的過程中 其實有些標的大戶鎖定之後 其實真的有機會 他是有實力變成波段 所以做波段 做短線價差都一樣 鎖定大戶鎖定的標的 絕對是沒有問題 另外也包含這個 達能 在這麼低檔位級的位置 有沒有 兩天兩根漲停 所以最起碼 兩根漲停起跳 兩根漲停你一百萬他就賺多少 起碼二十萬了 所以為什麼很多投資朋友 越來越喜歡做短線 做價差 因為很快 很快就看到一個財貨 這個數字進來了 而且你想要獲利入袋之後 就馬上真的拿到了 一百萬兩根漲停就二十萬了 一根漲停你十萬塊起跳 所以對於資金不多的投資朋友 可能一百萬資金的人 你鎖定的大戶鎖定的標的 你只要買對了 很快一啟動 漲停漲停兩根到三根 一百萬起碼撞二三十萬 那你過去可能曾經有一些難免 你操作難免有時候會失敗 失利有虧損 可是你透過大戶鎖定的標定之後 只要成功一啟動上去 你很快過去的虧損 很快拿回來一些 很快就可以拿回來 那這種做法就是告訴你 你要有一個依據 你必須有一個肯定明確的依據 確定大戶鎖定的標的 搭配它背後某些的題材 那這種標的一旦發動 起碼兩到三根 而不是每天看看 今天的新聞是什麼 今天的熱門股開盤之後 熱門股是什麼 那其實你往往都不可能 買在一個跟大戶同步 差不多的位置 那要起漲位置 起漲前買進就很難了 那所以廣告時間 我還是告訴各位 可以掌握我們的官方的一個Line Act 上面我們像待會晚一點 我們會再 我會再貼出一篇的一個文章 裡面會針對最新鎖定的標的 還有投資朋友家族的成員 你們可以去留意的那個方向 什麼標的 所以如果你的資金如果不是很多 那我建議你 你可以加Line Act 那它上面會給你一些資訊 我會不時不時的透露一些 一些資訊 那如果你婆婆媽媽 想要賺一點買菜錢 你說我本金真的很少 股票我只有買一兩張兩三張 賺一點買菜錢 沒有問題 那如果說你 可能上班族 可能你本金真的不多 沒有關係 跟著Line Line的上面 我們會不時的透露一些 關鍵的一些資訊 各股標的 你可以跟著操作 那賺一些錢 沒有問題 所以資金不多 尋求幫忙 想要找一些 有機會的話 加Line Act 那待會晚一稍晚 大概四五點左右 我會再PO出新的文章 你可以上去馬上看一下 今天有什麼樣的標的 你可以留意的 那如果你要調整 調整部位的話 你好好的把握 把它加進去 那如果說你要跟著大戶同步進出 我們代你代進代出 那二十個名額 最新的一檔標的 你資金比較多的 你想要買多一點的 你想要在第一時間買進 買進進場的 那請你鎖定 那我今天會開放前二十名 一樣 前面撥電話來的二十名 趕快先鎖定 好 這種標的一路向下向下 所以他位階 覺得是第一檔位階 那第一位階 一定背後有什麼樣的利多題材 大戶才會進來鎖定 對不對 所以你要先買 那要來先買的觀眾朋友 前面二十名撥電話的 就擁有資格來電來低階 準備大賺一筆 把電話撥通 我們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周一至周五,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到十点,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欢迎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所以昨天我们提前先进场考位 今天就立刻供到场停板了 整个市场的强势族群就在钢铁族群 那昨天中午过后整个行情 这个风云变色直接重挫下去 因为主要是日央的一个不确定的变数 那市场看到怎么反应 日币的强生 造成指数的一个昨天的大跌 但在这个惊涛害浪中 其实市场资金流到哪里去了 对不对 昨天的市场资金流向哪里 那就是你的机会 所以我说你要跟着资金走 跟着大户走 不是跟着市场消息走 不是跟着市场人群走 你要跟对人 那就会买对标的 那今天市场最强的就是钢铁 甚至今天盘中 今天新闻怎么样 还释放出的顺势 释放出利多 告诉你涅价的上涨 你要发现很多事情好像都很巧合 可是不管怎么样巧合 都会有人先知道 你有发现吗 对不对 怎么今天刚好钢铁大涨4.27% 很多钢铁股今天大涨 那今天又有利多出来 跟你说涅价上来了 偏偏就有人先知道 所以这就是市场 你必须去认清这个事实 任何的事情有人先知道 所以你要跟对人 你懂吗 你不能跟着市场人群走 那很糟糕了 你跟着市场人群走 跟着市场消息面走 你永远买不到底部 你永远买不到起涨位置 你永远是买那个已经热门的强势股 这两天已经开始 这两天已经开始 有很多人手上有生计股套住了 明明生计股就是强势股 怎么会套牢呢 你觉得呢 买的位置不对嘛 对不对 买的位置不对的 让你生计股现在走法分歧 有强攻涨停的 也有下杀重挫的 对不对 有股票创高的 也有生计股 已经连续杀两三根长黑了 所以为什么生计股算不算强 算强势啊 但问题是 很多人手上的生计股是套牢的 冷静下去之后 你一思考 当初如果在生计股起涨前 你就先买 你根本不会有今天这种遭遇 所以话说回来嘛 任何族群都一样 这个市场永远是这样 你说缺药 中国大陆在抢药 那请问你 这些制药股在起涨前 谁买的 人家买好了 新闻才出来的 这就是证券市场 股市的真理就是这个 所以你要跟着人群走 跟着消息走 还是跟着大户走 今天钢铁股大涨了 消息出来了 你要跟谁走 所以昨天你就该跟对人嘛 对不对 昨天就要跟着大户走 人家大户昨天在做什么 可是你们看到什么 你们昨天看的不是 不是大户在索性什么 你们昨天看的什么 看的是为什么会这样 日本央行怎么了 日币强生了 那他是不是要转为比较鹰派了 他是不是怎么样 怎么样 他的一个 他是不是耳后 他要改变他的一个政策 脱币的政策等等 要改变了 那会不会造成整个全球性资金的一个挪异等等 指出一路重挫 可是在这个重挫过程中 大家在想这些事情的过程中 市场资金呢 大户资金呢 流到钢铁去了嘛 你们都不知道 今天就涨停了 那接下来呢 这两天市场资金 大户资金 还有流到哪里去 你现在买就先买 这两天大户资金有流到哪里去 如果你今天这两天 你明天今天收盘了嘛 没办法了 那明天来得及的话 你明天去买的话 你就可以先买了 对不对 你不要来追钢铁 我要你去做新的动作 什么样的股票他还没有起涨 可是大户资金流过去的 你这两天先去买 问题是买什么 如果你真的资金不是很多 小小上班族 还在家庭主妇 等等的 无所谓 加赖就好了 加赖是免费的嘛 对不对 加赖是免费的 那你有什么疑问 你有持股一问题 你都可以在线上提出问题 我们都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 一个见解 一个说明讲解 帮你解答 那如果说我线上 PO一些重要文章 你看到重要文章里面的重要股票 重要的标的 你就可以去提前做动作了 所以把Line Ad加上去 掌握一些关键资讯 等一下大概四五点的时候 我会贴出最重要的 今天的重要的文章 那你可以赶快去看有什么标的 OK 那然后另外一档标的 我说如果你要跟随我操作 我直接带你去买进最快 你说你一涨股票 你要买个一百万两百万 要赚布局的 赚最多赚最快 大户在锁定 财报转加 所以大户先锁定了 这种位置的股票 一上去会怎么样 没有给你一个三根涨停 怎么可能 那一个波段 绝对不止三根涨停 那最起码一启动 先给你三根涨停 因为这种位置的筹码 已经是安定下来了 大户锁定之后 一上去 全码是连拉个两三根 对不对 那一百万下去 起码一档股票 先赚个二三十万入袋 那这种标的 你现在买就是先买 那要先买的 前面二十个名额 我跟你分享 前面二十个来电的 我跟你分享 来电来低接 让你先大赚一笔 黑马虎 大户资金跑去哪里 把它抓出来 前二十名先拨电话的 前二十名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성уем 无不负一 摇旧